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 有房视频的飞云 低地税对于我们修士人人民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 我经常都说我们修士人没有别的缺点 那么最大的缺点的话 就是这个地税比较高 比如说买新房 如果你买到三点以下的地税就很开心了 通常是在2.8到这个3.6不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 新开盘的社区 地税只要1.9 对你们有听错 地税只要1.9 1.9 那么这个社区它只有87套房子 只有87套 但是它现在已经预售了将近30个房子了 也就是说你只剩下50多个 那也许明天又变成了只有40个 都不一定的 我刚跟销售通电话了 它们卖的超级的快 这个社区的位置呢 在唐城 那这个位置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是非常舒服 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那么它离到唐城的百家开车15分钟以内 也就是说你比住在哪里的 住在米索雷的人呢 还要进来去百家 那么去到中国城只要20分钟 HEB啊 都是非常非常近的 这个周边的设施呢 是非常完善的 另外我知道我们华人呢 很多人去上那个village的那个私立学校 从这里去到village的私立学校 也只要20分钟 那这个房子呢 适合什么样的人买 比如说退休了 或者准备退休了 或者是说投资 都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说孩子读私立学校的 会非常的合适 它的学区呢 是属于forband的 也就是说 跟唐城的是谢学区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这个社区的信息呢 请联系我们 房子卖得很快啊 它这个月底就开建了 我们大概的走一下这个社区啊 它就这么大到那个红圈那里啊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射得出来啊 那后面呢 都已经是老的这种社区了 已经很成熟的社区 然后呢 这个是对面 从1900尺到2900多尺不等 也就是说最大的户型3000尺不到 价格在30万到60万之间 这边 就是到了我们看到那个房子那里 社区不大 因为它只有 只有87套房子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 转发 如果您在休斯顿有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